接下来看下一题 第25题 私は車の運転 自転車にも乗れません 别说是开车 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1.ところが 2.ところに 3.どう言っても 4.どころか 我们看正确答案为 4.どころか 别说是开车 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私は車の運転 どころか 自転車にも乗れません 好我们看 虽然说虽说怎么样 但是只不过是 所以它是根据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事情 那么在补充说明实际上的程度 是很轻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 どう言っても 第四个是我们这里的正确答案 这一题的正确答案 前面是名词或者是连体修饰型 在街上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说 别说是A就连B 那么这边就是别说是开车 那么连什么呢 连脚踏车也不行 所以表示程度的轻 或者程度的重 那轻的就接轻的更轻 重的就接更重的 好 另外有一个是比较逆节的 跟你的自己的预期 是不同的 是相反的 我们讲飞弹步怎么样 反而怎么样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第一个的意思 好 我们再把题目看过一遍 私は車の運転どころか 自転車にも乗れません 别说是开车 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私は車の運転どころか 自転車にも乗れません 别说是开车 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接下来请看 下一题 第26题 笑顾だった を見ると 全てうまくいったに 違いない 从他的笑脸来看 一切一定都进行的非常顺利 没错 1 もの 2 分け 3 ほど 4 ところ 我们看正确答案为 4 ところ 从他的笑脸来看 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 没错 笑顾だった ところを見ると 全てうまくいったに違いない 好 这边我们看到的句型 它是 ところを見る 都是整句话 好 那前面接的是 连体修饰形 那连体修饰形 再加上 ところを見ると 从什么地方来看的话 那么 表示 说话者 是以直接的经验 为根据 去叙述说 自己的一个推测 所以 我的推测呢 是他很顺利 那么我从哪个做根据呢 从他的笑脸来看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ところを見ると 好 所以这里 他已经有 お見ると 前面要让我们选 所以就是等于说 我们要把这个句型呢 背熟 好 那么句型因为比较长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背熟 要不然 前面的选项就会引导 就会导致你选错 好 那我们再回头 看一下题目 题目的部分呢 我们有看到了 一定要选 ところ 其他的都不能 を見ると 因为 ところを見ると 它是整个句型 好 我们再把题目 看过一遍 从他的笑脸来看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没有错 从他的笑脸来看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没错 接下来请看下一题 我们再来看一看 看一看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再来看一看